为了打造仁爱乡亲爱村成为提琴手的故乡 乡公所特别举办村内入口异象征选 由成荣化设计的林鸟希利克的指引 亲爱三部曲获得第一名 另外乡公所也在12月31日举办新年音乐会嘉年华 欢迎全国游客来元香欢庆新年 南岸乡公所为了提升观察识别度与能量 特别向原住民委员会申请 产业驾驶创新三年推动计划 第一阶段信心举备 亲爱村入口一项创意设计竞赛 选出亲爱村入口一项地景艺术 我们乡公所为了安排亲爱村的敌情手 活动特别进行一个记者会 未来也希望在亲爱村做一个再生的计划 亲爱村的亲爱爱乐园 专是由亲爱国小学生所组成 经过强达10年的能量累积 近年来在国际的比赛中获得要点的成绩 而他们也希望以这样的元香部落特质 做给发展观光的基础 因为这个计划已经获得 元民会三千万三年的补助 所以他们目前正在积极做规划 不过为了把人爱乡前爱村 这个松林部落这个村落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所以在大家这里讨论之后 几乎都已经定调 那定调之后 未来这里是生产香糯米 以及我们断木的香菇 另外亲爱乐团的一个团体 这都是相当具有知名度的 亲爱部落发展观光以小提琴音乐为基础 透过在地社区协会 结合云香传统生活体验 这已发展青海村内的各项农特产业 原民工艺 观光女素之云 创造部落观光特色 记者 张光佑 仁爱采访报道